华联县7月14号发生一起脱婴死亡案件 一名三个月大的女婴在脱婴中心 不知什么原因失去心跳呼吸 被送往慈激医院急救 练7天后21号因为脑部受损严重还是离世 家长指控脱婴中心疏失 现议员也痛批社会处失能 14号发生了一起女婴窒息案件 家长当时获得通知孩子没了呼吸心跳 但监视器画面却被一颗瑜伽球挡住 只听到女婴哭闹20分钟 没人理会令家长通心的事 孩子送医急救后虽一度恢复心跳 但要了解到底身体与大脑受损多么严重 却无法得知 全程也找不到相关单位协助 现议员痛批县政府社会处根本失能 孩子就在7月21号发缓离世 造成了花莲近10年以来 逼起脱衣中心 造成了婴儿死亡的揪心悲剧 在此我想请问各局处首长 我想请问各局处首长 你们看过三个月英台的官幕吗 这个事件发生之前 你们有做什么努力吗 家长可能会守护无措 可能会慌乱 但是作为辅导托婴中心的公部门主管机关 不能够跟他一起慌乱 不能跟他一起守护无措 第一时间就应该指引家属 提供设证司法警证等等的协助 我要再次跟陈处长强调指引这件事情的重要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的事情会是怎么样 家属要怎么处理 公部门都必须要掌握全部的面向 才能给家属方向跟答案 证据保存的影像取得是一波多折 法律咨询款不济及 警证报案家长要自行摸索 医院处理难以判读的时候 没有人协助 每一项都要家长自己Google 宪政府社会处回应 事件发生后有派员前往接入调查 但此案已进入司法调查阶段 相关调查细节还无法对外公布 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有依照相关的程序来启动 至于案例所提到的说 是不是有陪伴提供资讯等等 其实我们同仁除了立即启动行政调查 社工保护的调查以外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随着案情的一个变化跟发展 那我们也邀请各领域专业的老师来做指导 那报答到昨天下来还是一样再进行 议员也质疑 外宪师都会依照卫福部制定的脱鹰突发与处理流程 为何独独花莲县不遵循规范 也与此案为花莲近十年来第一起脱鹰死亡事件 要求县政府制定脱鹰中心面对危机 及突发事件的处理流程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打脸 dial 揷 使